我 天啊 我 好 新年最新的巾群 實在有夠讚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辣媽特別來賓 靜音姐王晴瑩 歡迎 炒一盤香噴噴的番茄炒牛肉 一家裡吃 還有天一天 歡迎 親朋好友圍在一起吃火鍋 實在有夠讚 好 各位 美食健康套 我們開動了 剛才說到是辣媽 在這邊要請問一下菁姐 妳說吃到最幸福的是為家人做這個 這個 番茄炒牛肉 那我去外面吃到這個 無意間吃到一個小吃 然後我就覺得 番茄炒牛肉 我從來沒有試過這兩個組合 對啊 那一次吃到以後我就覺得 我要回家做 沒有想到 被大家唱光 你知道嗎 有 對 我覺得 我整個說他可能料理的時間很久 大家都餓了 喂 對 田玲姐 妳說這個季節 最棒的就是吃 對 我跟 我們認識的那一個月 每一天都吃鍋 差一點 差一點就三餐都吃鍋了 今天我們有非常多好吃的東西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加油 好不好 馬上就來繼續我們的 美食咕咕論 這一套用於假髮又假髮的 和風大四級套餐 是由五彩繽紛的海藻 及鮮甜白蝦的鮮蝦 和澳洲進口鮮嫩多汁的菲力牛肉 所做成的煎烤菲力生牛肉 香脆腐油膩 充滿著鮭魚鮮味的炸鮭魚卵飯 再加上墨西哥辣醬 照燒而成的自流起司烤雞 像這樣超值又美味的套餐 到底要值多少錢呢 這群的美食小天使磨吉為大家上菜了 天使來了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和風大師級的套餐 還有這個沙拉 沙拉的是我們台灣的頂級白蝦 以及我們的澎湖的海藻 你看那旁邊是我們的菲力生牛肉 非常的Q彈彈牙 還有在炸鮭魚軟飯 是用挪威的鮭魚現做而成的 上面鋪的是我們北海道產的 超貴喔 每500塊要1500到1800元 這麼貴 是的 這樣子的一個頂級的料理 你們覺得他要多少錢 這一個是兩人份的 兩人份 他就我們啊 對 一個人吃也很奢華 好不好 各位 7 5 將第一組 8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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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字 感覺上好像 高了一點再低一點點 第二組 8 菁姐 680 低了那麼多 680塊再高一點點 高一點點 高一點點 這麼吉利的一個名字 對 是的 猜多少 猜個吉利的價錢 好 780 好 再低一點點 750 750 750塊錢 兩人份的套餐 再高一點點 一點點 7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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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錢 感覺上好像是猜對了 780 恭喜你們 不要 下一組 我愛 760塊 760塊也有可能 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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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你再高那麼硬 好 好 768 感覺很激烈 童童是不是768呢 恭喜你答 3 8 來 你倒遠了 3塊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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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可以享受 我們這個頂級的料理 好不好 兩個人的套餐 一個人吃太多了吧 兩天吃了 才會吃得庸牛 好吃嗎 對不對 這造型是酸酸甜甜的 對 它是柚子做的和風醬 和風 用柚子做的和風醬 台灣頂級的料理 很脆耶 這一隻現在在市價 要40塊錢了 真的有這麼貴 吃了兩隻 就等於吃了一個便當了 吃完鮮蝦 但是繼續海鮮囉 是我們的炸鮭魚軟飯 鮭魚軟飯 好 吃完台湾的白蝦 現在要炸鮭魚軟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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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豬柳起司烤雞 黃黃的是我們的起司 你們兩個看田田姐吃起司 你們不會起司嗎 真的會起司了 謝謝田田姐 起司好吃 而且它是用這個雞腿 雞腿的部分去做的 所以它會非常地Q彈 我知道 嫩嫩 它這個雞是用照燒的方式 對 然後上面再淋上起司 緊接著我們還有一道料理 菲力生牛肉 生牛肉 的方式 對 這樣對大家不好意思 我就把這個 又讓出來嗎 真的假的 你們兩個想太多 都是這樣給我 太棒了好不好 讓我來品嘗一下 好 來 你現在吃到的是先煎三分熟 然後切薄片再烤 所以說的肉汁都封在裡面 就搞缸的料理 你變牛了沒 沒有 裡面是生的 吃起來非常地滑嫩 對 我們第一個單元美食咕咕了 已經是這麼好緊接的料理 緊接著下來會是什麼樣的東西 一定非常讓人家期待 好期待 在這邊恭喜我們的品質 得到一個贊助 大王 恭喜 好奇怪 好 馬上來繼續我們的 有工站美食秀 有工站美食秀 OK 今天有工站美食秀 會帶來怎麼樣好吃的料理呢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可愛 看成就很厲害的張師傅 張立峰師傅 歡迎 謝謝 歡迎 張立峰師傅 上廚自立二十年 所以是大師既然 那掌聲鼓勵鼓勵 謝謝 請問一下張師傅 請問一下今天帶來怎麼樣 好吃的料理呢 秘私陳亮子牌 豬之財是精選豬肋排 和這道秘密武器 配菜有蓮藕及小番茄 調味有料理的好夥伴 米酒冰糖來增加甜味 紅花梅增加酸味 桂花醬來增加香味 以及醬油和嫩薑片 怎麼做咧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唄 聽到我們講 媽媽的都會去市場 幫我們買菜對不對 炸豬排 我們常常知道 可是這個豬肋排 大家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的體積不小 真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大手筆 對不對 當然 今天這一整個都是我們的食材 因為我們要取這一塊豬排裡面 最精華的部分來製作 好 現在就問一批考考大家囉 好 趕快搶讚囉 請問 整塊豬肋排中 以哪一個部分的肉質最好 一 左邊 二 中間 三 右邊 請搶讚 我們知道 答案是中間 中間 因為它油脂分布的最均勻 就像我們肚子中間也是油脂最多 豬肋排的中間部位 真的像大肚男愛 2 整塊豬肋排中 以哪一個部分的肉質最好 一 左邊 二 中間 三 右邊 請搶讚 我們知道 答案是中間 因為它油脂分布的最均勻 就像我們肚子中間也是油脂最多的 你那邊是油最多 沒有 我們如果想像鮪魚 好像鮪魚肚子中間 它的油脂也是最多的 真的有肉最多的 好 我們來要來問張師傅 張師傅 請問一下 我們的艾成以及林大遠 他們的答案是正確的嗎 正確 好 恭喜我們的艾成以及大遠 給大家一個贊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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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這邊要請問一下張師傅了 中間的肋排的部分 它的油花的分布是最均勻的 而且它的厚度也是最剛好的 可是師傅 吃起來口感也會比較好吃 所以你們挑的時候 那個肉的厚度要盡量就是保持 像五花肉這樣 有一層油一層肉 一層油一層肉 肉的顏色一定要去注意 千萬不要去買到那個暗色的 暗紅色的那個肉 我們今天現場的肉就是非常新鮮的 粉粉的帶紅 對啊 粉粉的帶紅 肉一定要有彈性 對 好 大家可以知道 就是我們如果去的菜場 要挑選豬肋排的時候 這幾點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才可以挑戰新鮮好吃的豬肋排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離開 我們在取的時候 我們就先第三支 第二支開始算 第三支開始算到第八支 四支 一 一 二 三 所以你開始 好 三支 對 切的時候 其實這個東西 你就順著它的骨頭 兩個肋骨中間 會有一個軟軟的地方 我們就從 我們用手的觸感就可以摸到 那就從這邊開始就可以下刀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從這個 兩根肋骨的中間 把它切下去 對 切下去 非常好切 這像師傅說的 一層油一層肉 一層油一層肉 真的 有沒有看到 很漂亮的這個花色 對 我的頭感好棒的感覺 對 好棒的感覺 好 我們就繼續再取一支 所以師傅 我們去賽場挑選的時候 因為不是自己切對不對 對 我們就可以跟他講說 我們到第幾根 到第幾根的肉 我們是需要買回家的 他就會幫我們切好對不對 對 沒錯 也非常地方便 先取四根 對 今天這四根就是 我們今天要料理的 最精華的部分 大家 好棒 大家看看它的顏色 我的天 看起來好好吃 天啊 一看就是非常新鮮 可口又好吃 對 我們現在先把它剁開來 剁的時候 我們就取我們要的 就是要的部位 大概 長短大概就是 四公分左右 師傅 我發現你切的時候 為什麼把它拱著切 這樣子不是比較順面嗎 不是 這樣子你切下去 因為肉是在底下 所以它會 滑 會晃 然後會搖 你如果把它拱著切 剛好 因為它骨頭有一個脆度 你剛好一個鈍力下去 它剛好就斷了 就斃了 借你實力 豬肋骨太強 融化鍋掉在地上 大自首歌好不好 把對半切了好不好 分量變好多 它真的是 每一段都是真材實料的 就要開始 要油炸 好 油炸 我們看到師傅 已經剛才把我們對切的 這個豬肋盤的下鍋 用油炸了 我們把豬肉的甜味 先封在裡面 它在我們在 滷製的過程當中 它才不會流失的太多 它也會跟汁濃縮在一起 就知道表皮有點金黃色 表皮就好了 表皮金黃色就好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起鍋了 感覺我現在就想要出來了 想吃了 那個油花分不得好漂亮 它現在炸起來 已經味道很香 真的 來 喂 看起來 太棒了 炸一點都OK了 自己留下一點點的油 留下一點點油 我們來爆香了 然後原來的那個鍋 然後直接爆香 我的火候都沒有改變對不對 對 之後我們把剛剛炸過的豬排 把它倒進去 再回去 再回鍋 師傅這樣一直這樣煞到 它不會太老嗎 不會 我現在聞到的濕香味 而且 快炸到了 好香 好香 完蛋了 天啊 好 這時候我們要換我們的 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而已 對 跟一般觀眾朋友在滷 排骨跟滷肉不一樣的地方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 冰糖 我們今天用的比較一個 特殊的東西 剛才張師傅說 他們在比賽的時候 陸選的 冠軍賽的時候 用了一個秘密武器 一般來講 我們都會用冰糖 增煙子 前陣子很流行的 還會用黑糖 對 對不對 對身體比較好 什麼都用 但是今天我們有一個秘密武器 這個秘密武器 它有多秘密呢 統統 趕快來告訴大家 好 請問 這一道蜜汁成釀紫牌 在滷肉牌的時候 用來提升甜味的秘密武器 是什麼呢 1 甘蔗 2 桂圓 3 蜂蜜 請 啟動 桂圓 大會裡比賽 它可以得到大家的認同 那應該是很特別的東西 好 請問一下 張師傅請問桂圓 它真的是秘密武器嗎 對 答對了 好快 努力的秘密武器 看 這是我們的櫃圓 這打開馬上就有相信了 在這邊恭喜我們婷婷得到一個贊子 恭喜 櫃圓它主要是我們利用它特殊的香氣 然後它本身 甘甜 對 本身它自己的甜味來去帶肉 提升那個肉的甜味 然後大家如果知道這個櫃圓 它這個烘製的過程其實是很繁複的 也因為這樣子它有獨特的味道 櫃圓也好 我們有 我這邊有 泡好的 去吃丸子 然後泡好的 我們現在把它抓起來 泡什麼東西 就是泡水 泡水就好了 我們把櫃圓拿出來稍微剁碎一下下 好 要剁碎 這個汁不要倒掉 因為這個汁也是很 它的味道也是很香的 待會兒我們就直接把它 加在排骨裡面去滷 把它剁成末狀嗎 就把它切 切碎就可以 切碎 不用太 也不用太碎 不太碎 OK 我們現在就把它放在鍋子裡面去滷 好 好 下鍋 剛剛泡的醬水也把它倒下去 好像它的醬汁一樣 這時候我們就把 加大概八碗水的量 八碗水的量 好 所以媽媽一定要記住 八碗水的量 是 其實這原則上就是 取一個標準就是 把它蓋過排骨就可以了 這樣就比較簡單了 蓋過排骨 因為有的媽媽 掌握得不是很準 所以我們先把它蓋過排骨 那等它開火之後 讓它滾的時候 再把它關小火 好 那大概就是 再放少許的鹽巴 少許鹽巴 還是要一點鹽去調味 所以我們它是中火讓它滾 對不對 對 所以要蓋鍋蓋嗎 要 就很簡單地調味 它這個要做醬汁對不對 接下來我們就來做 那個冰釀 冰釀莓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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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個超開胃的 真的 那同樣的這個醬汁 我們除了可以做醃番茄以外 也還可以做製作醃這個 蓮藕 在削皮之前 我們先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我們在挑選蓮藕的時候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如何挑選只好餵更好的蓮藕 廣告後讓金牌師傅告訴你 告訴各位觀眾朋友 就是我們在挑選蓮藕的時候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我這裡有一隻就是 就是玉石場 帶土 給大家看 這是有 這樣帶泥土的蓮藕才是新鮮的 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如果回到家 沒有馬上要使用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它的保鮮膜 對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 放在室溫的情況之下 還可以再保生個一天 兩天 那它的甜味也不會流失 所以不用洗乾淨 是 因為菜市場有很多的 都是已經有的 已經削皮削好的 然後很白的 那個千萬不要去 有漂白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有放過 漂白水 漂白水 它只是為了讓它的賣相好看 有很多 很多觀眾朋友認為說 那個很漂亮 這個很醜 但其實忽略了 其實這個才是最甜 最好吃的 它很醜 可是它很新鮮 對 你好長的 這是新鮮的蓮藕 色澤真的非常被我們分開 真的 這時候我們就先來把它切片的動作 它去頭去尾 對 好脆的感覺 這時候 不是你可以看到它切下去 新鮮的 它是粉紅色的 對 蓮藕 它還是會 而且還會分泌一點點的 它的汁液 這時候我們 因為 為了要保持它的口感 所以我們不要切得太薄 給它一點厚度 有一點厚度 待會兒我們汆燙的時候 待會兒才不會 這樣已經很薄了 對啊 這樣對我們來講是很薄的 我要這樣切都要很久 你切的話可能就對半切而已 不會 因為我們的刀工不好 對 是不是可以切到很薄 但對我們來說 它這個厚度是我們已經 捷徑所來可以切出來的 而且蓮藕其實有非常多的好處 它有輕血降火的功能 好 好 這個我們就來先 燙番茄的動作 我們來燙番茄 燙番茄的動作 燙番茄也很難 其實番茄我們要燙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水一定要大滾 才會 番茄遇到熱的時候 它那個皮才會縮起來 縮起來的時候它就會有瀑開 所以我們剛才水滾的是 要來拔番茄的皮 緊接著下來 我們不是要問問題 要幹嘛呢 我們要玩個小遊戲 所以我們的小遊戲 請所有來賓到場 中間來 來 來 進行的遊戲 大家可以看到桌上 每一組的面前都有一盤子小番茄 是嗎 對不對 我們要計時30秒鐘 在30秒內裡面 哪一組剝小番茄的皮 剝得最多 它就可以得到一個 讚 字母 漂亮 很簡單 你們是兩個人吧 用我來剝 好 漂亮 愛成來 計時30秒鐘 開始 加油 大家手腳還滿快 皮要剝得漂亮 皮要剝乾淨 番茄不可以拉到皮 我們看到我們婷婷有水 水晶指甲 真的就好 我們沒有水晶指甲 衝啊 愛成看起來真的跟番茄很有緣 對 跟番茄很有緣 番茄很厲害 加油 6 5 4 3 2 1 皮要剝乾淨 你看我剝得多有水準 1顆 2顆 3顆 4顆 5顆 6顆 靜音姐 1顆 2顆 3顆 4顆 你這樣檢查誰改成 有5顆 對不對 換我的這個不會拿來吃 去皮 我覺得也滿好的 1顆 2顆 3顆 4顆 5顆 好 我們的愛成 撥了6顆 恭喜愛成 撥到一個贈贈 恭喜 謝謝 燙完了番茄汁 我們看到蓮藕也放在這裡 蓮藕也燙好了嗎 對 也燙好了 我們先把 要醃漬番茄跟蓮藕的醬汁 我們先把它做起來 好 4碗水的分 4碗水的量 滾了 5顆的 酸梅丟下去 好像變顏色 好漂亮 還有 冰糖 一個小碗的量 我們再加少許的就是 桂花 一片一片就好了 一片 其他的味道 把它放冷之後就可以 把這個我們所謂的 番茄跟蓮藕 倒下去 然後 煙大概兩個小時就可以吃 那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來講 如果煙過夜是 風味是更棒的 那我這邊有 已經煙好的一天了 好 好 加油 這個是煙了一天的 有沒有 這個是這個 還在煙 顏色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 對 跟他們分享一下 好 我們從頭上先去分享一下 蒜牛 蒜牛人情味 我餵你們 因為味道實在是太棒了 它這個 它這個比較偏原味的 我平常不吃水果的 但是我覺得這樣好好吃 其實我覺得它的感覺 有點像小番茄沾眉粉的感覺 但是它是吸收那個 梅子汁進去 變成一口牙下去 有兩種味道 我們剛剛沒有吃到蓮藕 好脆 對 你竟然這樣 好脆 不是那麼脆 因為我們剛剛穿它的過程當中 我們放了一點小秘訣在裡面 請問 蓮藕 若要口感變得更爽脆 要在水中加入什麼東西煮熟 一 加醋 二 加鹽 三 加米酒 請搶答 婷婷 請做答案 一加醋 是我媽媽教我 這種更新類的一定要吃冷水的時候 你就要丟進去 然後再加醋 然後再把它混 把它混熟 正確答案 太棒了 可惜婷婷 可以得到一個贊助 謝謝 我好孤單 不會 我會分你吃的 好 跟筋類的東西 它本身是含澱粉類比較多 對 加了醋的 它不會讓它跟筋類的澱粉 讓它變質 接下來 要開始盛盤擺盤 非常開胃可口的 對 這個小番茄 把它裝飾在旁邊 像這樣擺 這樣擺好漂亮 對啊 幾乎都是天然很原始的 一個調味料 主角 主角要把它擺上去 來了 它放下去還會堆 對啊 還會堆 還會堆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 勾點一點點的芡粉 勾芡粉 一點點 一點點的加 慢慢加 我們再低一點 然後加油 好 最後把這個淋在我們的豬肉排上面 而且讓肉看起來更油油亮亮的 好汁喔 好 我們今天的蜜汁 陳亮指牌已經完成了 我們恭喜我們的婷婷家 恭喜 我們是這樣的 恭喜我們的婷婷 馬上我們來上菜了 這個 豬肉排一整塊有沒有 是精華 你看 好嫩喔 馬上就花掉 好燙喔 它那個油紙還砍死一下 是喔 我跟你講 它這個油花分布得剛好 它會讓你的口感比較綿密一點 但是因為它有瘦肉的部分 瘦的部分它就不會顯得乾 對 因為它的這個醬汁整個都 對 它整個都滲透到裡面 所以它讓這個肉整個分布得 非常地水嫩 很均勻 煮那麼久 又不會老 來 接下來吃番茄了 番茄的味道會完全蓋住 剛剛樂牌的味道 所以可以再吃一塊了是不是 對 除了可以解膩對不對 因為讓你口腔清爽 所以我們今天的終極料理 密之 晨亮 指牌恭喜我們的婷婷 在這邊把我們的食神準備頒給她 食神 謝謝 還有香菲 又怎麼都吃 謝謝 好棒喔 在這裡同時也謝謝我們的張師傅 張師傅 聽說在這個新店 平臨那邊的浙江餐廳 對 對不對 好像從事了20年的好手藝 今天帶來給大家這麼好吃的料理 謝謝 所以希望大家每週一到週五 晚上7、8、8、點 一定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CB進行曲 謝謝